接下來的話我們可能要做個變化 就是說如果我剛剛輸入的成績變成一個一個輸入 假設輸入四個成績 然後他就把四個成績放在什麼 放在scode的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那可是問題喔 那個資料很多 假設一個班上 假設有50個60個70個 那這樣會很浪費時間 所以通常如果你已經取得成績 比如說學校已經把那個電腦評分結果 直接給你一個檔案的話 那你只要把它讀進來 再做計算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喔 如果我們模擬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呢 要產生一個就是一個檔案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 那請各位就是在哪個地方產生檔案 你可以像我是把我的這個模組 存檔的位置放在低疊底下的那個Python 2020 如果你在別的地方你就自己找一下 你的專案的位置 那我在這個專案底下按右鍵喔 新增 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文字檔案好了 OK 假設啦 或者你可以開記事本 然後打上去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按右鍵喔 新增一個文字 文字 然後檔名的話 也許英文成績好了 叫ENG OK Enter一下 然後他副檔名喔 預設好像副檔名不會出現 所以如果你副檔名假設 要讓他出現的話 你可以檢視裡面有個副檔名 有沒有 他副檔名就是點TST啦 OK 目前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把它打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模擬一下 假如說 學校給我成績的話 他可能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成績 然後第二個成績的話呢 豆點 也就是成績跟成績中間呢 他會加上這個豆點 那當然你可以多輸入幾個沒關係啦 因為假如那個班上人數很多的話 反正我就 隨便輸入幾個成績 好 類似像這樣 記得喔 中間用豆點分開 分隔開來 OK 假設有這麼多成績 先把按關閉存檔好了 儲存 所以裡面的話 打開有沒有 就是一行 然後裡面就有這麼多成績的話 那我在Python裡面該怎麼處理呢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 我們已經有成績了 那我放的位置喔 是在這個模組的旁邊 所以喔 第一個 也許你可以先開一個 先Demo一下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啦 做完的話其實程式沒有多很多啦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有沒有 分音在這邊放大 你會發現我剛剛輸入的成績 通通都讀進來了 總共我剛剛輸入11個學生 總分平均最高最低 應該沒錯吧 我看一下 打開看一下 就這些成績 有沒有 讀進來 對吧 85分 96分 對沒錯 那最高當然98 沒錯 應該98 最低的話就25分 對應該也沒錯 好 那 可是這個地方該如何把成績讀進來 OK 所以喔 再來的話 以後我們要學習怎麼樣讀檔 可是讀檔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裡面成績太多了 如果你用一個變數 那怎麼去處理這些 不行 所以喔 首先的話呢 我們要學會 如何把外部的檔案讀到Python裡面 讀檔 外部讀檔 那首先的話 怎麼樣讀檔 OK 其實你會發現 在Python裡面讀檔 非常非常的簡單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Python裡面讀檔的話 記得喔 第一個 你產生一個物件 名稱叫F 這自己取的 F等於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open 他其實還蠻直覺的 open的話呢 顧名之一啦 就有點像喔 打開某一個檔案 瓜糊的話跟他講說 我的檔案在哪裡呢 在我這個模組的旁邊 所以你打一個eng.tst 有沒有 OK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呢 你這個檔案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你就寫絕對路徑 比如說c番號斜線什麼什麼地方 OK 然後後面的話 豆點 加一個模式 其實主要你就記三種 讀的話叫r 那如果寫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對 那還有第三種 就是負寫 因為w是 w是把它蓋過去 有沒有 蓋過去 如果a的話是寫在下面 ok 寫 append a就是append的意思 對 a的話就append 意思是說我寫到這個檔案的後面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一直寫的話 你要寫到一直下面去的話 那記得啊 你又把它改成a模式就可以 所以其實主要這三種大概夠用啦 不外乎就是什麼 r模式就讀取 read w模式的話就寫 a模式的話就寫在下面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三種 我們現在用r模式 好 那意思是說 所以它的參數也是要用雙引號 對 雙引號 就給它一個參數 一個字串 ok 應該可以懂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什麼 把剛剛那個檔案讀到哪裡 讀到我們變數裡 就把這個eng有沒有 a.tsd 讀喔 已經幫你把它讀到哪裡呢 讀到f了 就這樣子 所以喔 在python裡面一行 已經幫你把這個東西讀到這裡 可是它是一個物件喔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解析出來 把它放在一個 比如說一個串列好了 一個字串 s 等於好了 把那個f f物件裡面呢 它有幾個方法 比較常用的 像你會發現它底下就有出現了 有沒有 常用的是什麼 read read是read全部 readline 顧名思義馬 讀一行 realize 讀很多行 欸 那我們好像只有一行 所以喔 我們用最簡單的 用realize 有沒有 這樣ok了 那再來printer 那printer的話 你會發現 我把s給讀 把s放在這裡的話會怎麼樣 其實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 就三行而已啦 讀 那個檔 用realize把它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print出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被讀進來了 所以剛剛呢 在這個檔案裡面的這些資料有沒有 就已經跑到python裡面了 ok 所以喔 在那個 python裡面呢 要讀檔其實相當簡單喔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吧 如果以後 假如說你有很多行的話 就是把它改什麼 改成叫reline 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話 如果你要全部的話呢 甚至你用read就可以了 就是把資料讀進來 ok 那其實在這裡啦 當然你用read跟reline 應該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 read我看 也是一樣的 所以喔 在這裡用read跟reline 其實結果都可以 所以喔 你會發現在python裡面 讀檔相當簡單 好 不過問題來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讀檔喔 我要把它跟剛剛這個程式 做結合的話 欸 結合 什麼意思呢 我們剛剛是 逐一逐一的輸入 有沒有 輸入到哪裡呢 soul us go 可是問題呢 我現在喔 已經把它讀到一個字串了 但問題呢 這個是一個字串 它不是一個串列 可是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 把一個字串 變成一個串列喔 欸 接下來你們可能 要學會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其實在eSale裡面 我舉eSale 你們大概就比較能夠清楚 eSale裡面呢 假如說呢 你要把這些資料分開的話 要怎麼分開 資料不是有個資料剖析 不知道各位有問過嗎 剖析裡面的話 按照分割符號 然後它的痘點嘛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 這個結果放在B1 按完成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把這些資料分別切開來之後 把它丟到後面的儲存格 OK 所以喔 其實同樣的做法 在Python怎麼做呢 其實Python裡面 你可能要多學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叫做Split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要把前面是一個字串 切割變成串列的話呢 那第一個啦 前面你必須用一個 假設啦 我們先 產生一個串列的變數名稱 叫列審議 這個我們自己取的名稱 等於什麼呢 要把這個S的字串 切割的話呢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還蠻聰明的 它會幫你列 有沒有 列方圈 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 你打一個S S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這邊叫一個Splitter 就這個 這個Splitter 其實就等同於類似 就是Excel裡面的資料剖析 OK 這個很重要 以後的話 把它剖析 剖開來 那裡面的話 我們按照什麼符號 按照豆點嘛 所以你就裡面 放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它就知道說 喔 你是不是要我幫你切開來 按照豆點切開來 是喔 幫我切開來之後的結果 放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喔 如果我底下 把這個List1 print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來print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欸 有沒有 它就幫我把上面的這一些 原來是在一起的一個字串 切開來之後 放在一個串列 前後一定是中國阿虎了 OK 有沒有發現 其實道理跟剛剛那個其實是一樣的啦 欸 欸 但是會有一個地方不太OK 什麼地方呢 對 這個其實 在Python裡面啦 它可以用單引號也可以用雙引號 反正就是字串的意思啦 所以喔 待會如果我們要做計算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需要什麼 把這裡面的所有的單引號 所有的文字轉換成整數 OK 轉換成數字啦 數字 欸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轉換喔 你想說 老師轉換的不是叫STR嗎 對 STR 瓜糊 那你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一次就可以轉完了 執行 你會發現喔 轉完之後呢 它還是沒轉 為什麼喔 其實跟各位講喔 因為那個Streme的話 是一次只能轉一個 但是你這麼多個 他想說 這麼多個 其實他應該理論上要給你錯誤訊息啦 說你不能這樣轉 之前舊版我印象都是會錯誤訊 但是這個版本好像他就是直接讓你略過了 可是怎麼辦 所以喔 這邊的話 可能你要做一件事情 要把這個裡面的每一個資料有沒有 逐一的讀出來之後 再轉型之後再存回去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希望喔 Streme完之後 裡面的字串喔 全部都要轉成文 轉成數字的話 那必須要把它一個一個的讀出來 一個一個的轉型 再存回去 可是那程式該如何轉型 就待會再來講 OK 其實程式不難 大概一個回圈 再加一行轉型 OK 只是說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OK 來看一下 那個Streme的後面 如果是 我們現在是用逗號嗎 對沒錯 但是如果用空白鍵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宣告 空白的話 那你變成裡面這個就要空白啊 對對對 我是說Streme的後面的參數要怎麼下 那就空白啊 就這樣嗎 就這樣啊 不用不用不用 印象中這樣 OK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它 Python裡面有一個 空白它是特殊支援 它有特殊的那個 它有特殊的輸出 一個特殊的拖曳支援 對 只是說這個地方好像不需要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OK 好啦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我們把重點回規 一 請你在我們的這個模組 底下按右鍵 新增一個EN區 裡面隨意輸入幾個成績 然後 二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輸入 總共一二三行 再加一個Streme 把它轉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其實在那個Python裡面 讀檔跟寫檔 真的是超級簡單的 不是所以它的那個路徑 是可以 絕對的 絕對的 可以透過網路的 可以用固定IP過去嗎 沒辦法 所以它還是不能用IP 沒有 你沒辦法透過那個IP位 如果IP位可以那裡變駭客 除非說你要用一個技術叫VPN 因為你跨網段都不行 除非說你是用VPN 就是虛擬說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這個Local裡面 是可以的 對對對 如果是Local OK 那如果是Google的雲端呢 在不同路會有存取 那也不行 也不行 Google另外的方法 也可以透過 Google裡面 在Python裡面 一樣可以做存取 是OK的 我的Google share給你 然後你可以這樣不到嗎 它裡面要有個授權 然後還要有個key 對 相對動作比較麻煩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很隨意的去 去變更人家的東西的話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問題是 我開放給你的時候 我並沒有讓你 我只能讓你賭啊 沒有讓你寫人的潛力啊 那就不行 那我只能賭 一定要 對對對 當然啊 一定要的啊 如果你沒有開放給我 那我就不能動你的雲端啊 如果我可以動那就麻煩了啊 對 OK 所以它有一定的那個安全性啊 OK 那個問題 剛剛又跟這個不一樣 對 OK OK 好